北韓星期四稱 目前朝鮮半島正處於核戰爭邊緣 北韓駐華公使朴明浩在北韓駐北京大使館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中國外長王毅在兩會上提出雙暫停倡議 美國在當日就予以拒絕 2015年北韓首選提出暫停聯合軍演換取暫停核試驗 但美國也在當日就拒絕這個提議 他強硬地表示 美國在北韓門口武力威脅不斷 北韓就將不斷進行核試驗 另一方面 正在日本訪問的美國國務卿特勒森說 在二十年的外交努力都未能阻止北韓擁有核武器之後 現在顯然需要採用一種不同的策略 在敏感的薩德反導彈系統問題上 朴明浩說薩德不單止針對北韓 而且是要牽制中國和俄羅斯 在北韓國國務卿特勢 對北韓國民卿特勢 有機密研究 協定 在北韓國國務卿特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